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一看到全忙的阿首姐立刻上前给予拥抱问候 阿首姐也同样回报热情的欢迎 快过年了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新 特地一起到住在中正区享风街 探视现年82岁的市长阿祖阿首姐黄张手女士 并且致赠身心障碍春节慰问金 阿首姐也特别感谢小爱爸爸 在他当选市长前 就有使用到小爱爸爸推广的青年志工服务计划 真的啦 这一年多啦 谢谢你 本来你没有来我想叫杨小姐 我问你谢谢 谢国良则强调将把青年志工服务计划 导入政府体制内加以推广 服务更多需要服务的民众 有个小年朋友 年轻朋友 出来做志工 我们打造最有爱的城市的一个环节就是要让青年朋友要做更多的志工 因为青年朋友出来做志工我觉得也可以让他们看到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很值得做的公益让他们来推动 推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会让他们更理解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一件事 只是我们要找好的一个制度让他整个维系 并且像我当年就是筹备了一些志工人力 但这个人力远远跟政府的行为来相比是不足的 但我今天很开心碰到阿嬷的时候 我不知道说原来过去那个志工 我不是有给过一些人吗 没想到刚刚我服务过阿嬷 这个原本我今天来前也不知道 那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志工的环境 我希望在基隆未来能够大量的提升 那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青年志工计划 未来我们打算招募大批的青年志工 大家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一些活动 那做志工的时候是一方面可能是帮助阿嬷 可是一方面也可以让志工朋友 更理解到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很值得做很可贵的一些事情 阿守姐也预祝小爱爸爸谢国良四年后继续连任市长成功 他和先生就可以再参加一次市政府举办的钻石婚礼 请小爱爸爸颁奖斗的现场气氛 既温馨又开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